吴三桂打到家门口, 康熙皇帝跪在列祖列宗面前却打算引就退位, 气得孝庄太后大骂, 从来没有见过像康熙这么窝囊的男人, 居然连女人都不如, 孝庄不愧是孝庄, 聚聚一针见血, 颇有威严, 清朝一统天下受尽苦楚, 血染江山, 可如今康熙却要将江山拱手相让。 小庄太后表示如今最大的威胁不是外面的叛贼, 而是康熙皇帝的心, 一旦康熙解开了自己的心魔, 就会做出正确的解决办法, 而不是像父亲顺着地那样沉醉于自己的心魔, 最终看破了红尘, 为何康熙皇帝身为一国之君, 却要退位气天下于不顾呢? 三藩叛乱可以说是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这里面涵盖的故事也是很曲折的, 想当初吴三贵没少为清朝立下汉马功劳, 但最终还是起兵造反了, 吴三贵造反的时候都已经61岁了, 其实都可以退休了, 明明可以全身而退, 可最终还是以起兵造反遭到后人唾骂, 实则吴三贵的起兵造反是被逼迫的, 忠心耿耿的吴三贵起兵造反, 而康熙皇帝却留守京城痛哭流涕, 甚至一度表示要退位, 连孝庄太后都大骂康熙帝, 连个女人都不如, 要知道孝庄太后是想方设法将顺治帝和康熙皇帝两位帝王推上宝座, 前有顺治帝为了女人不当皇帝, 后有康熙帝不能遭受挫折也要退位, 我要是孝庄太后也得大骂几句, 而吴三贵刚刚投靠清军的时候, 上刀山下火海立下赫赫战功, 清朝皇帝对他颇有优待, 后来康熙皇帝上位后年纪还很小, 就按着父辈的脚步继续许诺吴三贵好处, 可康熙帝年纪一天比一天大, 考虑的事情也就越来越多, 他与吴三贵之间出现矛盾, 甚至可以说愈演愈烈, 康熙皇帝不仅时常透露要撤翻的消息, 还真就把吴三贵手里的特权都收了回去, 眼看吴三贵主动请求退休, 康熙帝干脆也不客气了, 高高兴兴地同意他自行撤翻, 可吴三贵不这么想, 此前自己坐拥雄兵, 康熙皇帝也没辙, 可若是自己真就退休了, 难保康熙皇帝不会因为猜忌, 将自己和自己的家人一同处死, 随即吴三贵决心造反, 当康熙皇帝听说吴三贵已经起兵造反, 康熙这才知道自己被吴三贵骗得有多深, 他的眼中满含泪水, 他自觉自己是历史上第一个受到如此奇耻大辱的人, 吓得深厚的几位大臣纷纷下跪, 此时大臣周培公赶紧给康熙出主意, 表示除了吴三贵, 其他两番要立刻安抚, 避免他们也开始造反, 还可以利用尚可喜和耿京忠等人来牵制吴三贵, 在大臣的各种建议下, 康熙皇帝指点头, 他的心中是后悔的, 吴三贵起兵造反, 自己却没有丝毫的准备, 这下也不能昧的变成了康熙, 拉着大臣彻夜长坦, 随后康熙皇帝劝降吴三贵的救不王府臣, 而吴三贵本就因为兵力有限, 打仗打得很是艰难, 如今王府臣也叛变, 于是吴三贵就又想了一个傻傻的招数, 在恒州称帝, 国号为州, 开始做自己的皇帝, 只是最终他还是病死了, 只不过是要撤藩, 又不是要杀藩, 吴三贵决心起兵造反, 而康熙皇帝决定引就退位, 可当初为何康熙皇帝铁了心要学藩呢? 其实当时康熙皇帝的年纪仅仅19岁, 他资历浅薄, 且亲政的时间也不长, 加上三藩的势力越来越强大, 各自都在自己的地盘当起了土皇帝, 而康熙这个名正言顺的皇帝, 实则没有一点点的权力, 这让康熙非常的不安, 为了能够尽快地改变这个问题, 将所有权力攥在自己手中, 康熙的心思逐渐发生了变化, 清王朝也一直在提防吴三贵等几位藩王, 吴三贵等人虽然对朝廷有忠心, 可随着康熙皇帝多次暗示, 吴三贵的心境就大不相同了, 因为康熙帝始终想要拿捏吴三贵的权力, 还明目张胆地想要收回来, 虽然没有宣布, 可撤翻两个字都写在康熙皇帝的脑门上了, 康熙皇帝铁了心要削翻, 已经改不了了, 而吴三贵等人自然也知道康熙皇帝到底是什么想法, 他们拿舍得将自己拼命积攒的家业拱手交给小皇帝, 于是一合计就决心造反, 只可惜三藩之乱历经八年后最终被平定, 平熙王吴三贵病死了, 吴世凡自杀了, 而上可喜一家也凄惨下场, 耿京中等人被康熙凌迟处死, 这一场三藩之乱, 最终是康熙皇帝取得了胜利, 其实我们往回去看, 吴三贵造反的时候, 也能发现一些其他信息, 从开始造反, 吴三贵的兵马就浩浩荡荡地朝着康熙所在的京城进发, 一时间吴三贵的军马势如破竹, 狼烟四起, 九州震动且天下响应, 短短几个月的时间, 吴三贵迅速拿下了云贵, 湖南等地方, 而清军在吴三贵兵马的讨伐下, 手足无措狼狈不堪, 随着吴军形势一片大好后, 此时的康熙皇帝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也为吴三贵看似在上交军权迷惑康熙, 实则这几封信早就延迟了好几天, 等到康熙反应过来的时候, 吴三贵已经要打到家门前了, 自打康熙皇帝动了撤翻的念头以后, 吴三贵每天觉都睡不好, 这就好比明知道自己会被处死, 但却不知道哪一天会被处死, 是同等的煎熬, 与其被人拿捏, 吴三贵就决定朝着康熙皇帝那里试探一下, 看看康熙到底是个什么态度, 随后吴三贵便写了一封信, 大致的意思就是决定提前退休, 希望能够告老还乡等, 意思就是说, 我准备自己走, 康熙皇帝你自己决定, 其实吴三贵这么做的想法并不是真的就要退休, 而是等着康熙帝痛哭流涕的 挽留自己, 可是没想到康熙皇帝拿到信的那瞬间开心的要命, 吴三贵自行撤翻, 这对康熙皇帝来说, 做梦都得笑醒了, 既然吴三贵这么决定了, 康熙帝岂会有拦着的道理, 干脆就就泼下驴, 吴三贵也没料到康熙皇帝居然不按照常理出牌, 也只能假戏真做, 宣布要在二月二撤翻, 但不得不说, 吴三贵手底下的权力夺了去了, 怎么可能会在这个时候彻底放下一切, 老老实实安度晚年呢? 因此吴三贵已经悄无声息地在准备密谋造反的事情, 为了能够迷惑康熙和朝廷, 还交出了将军金印, 康熙皇帝一看彻底放心了, 殊不知吴三贵造反的大军已经朝着京城赶来了, 其实对于吴三贵来说, 造反并不是他的本意, 他本就想在西南三省他的时事当个土皇帝, 与朝廷哪怕是面和心不和, 也算过得去, 无奈康熙皇帝上位后逼迫太极, 最终出现了三藩叛乱, 而吴三贵虽然当过皇帝, 可也就短短几个月就病死了, 后来吴家人最终还是被清兵一过端了。